Morning,早上,欢迎大家收看每期视频,我是张衡 在每期视频里面呢,来跟他说说这个东北大学啊 Northeastern University的Morrow McKinnon的商学院啊 这个东北大学啊,我今天带的一个学生也是在众多大学offer 纠结当中呢,最后选择了这个东北大学啊 这个学生案例呢,不是同一个人啊 这另外一个免费进来咨询的学生也是 他当时他现在拿到了这个Oahaxa University Oahaxa和州立大学,Oahaxa和州立大学不是吃素的啊 Max Fischer的商选是美国非常顶先的商选啊 三四十名,一直在三十名 可以说是三大州立里面商管可能交的最好的 别别到时候别PF喷State过来喷我了 或者从排名来说Arizona State是最高的好吧 但是ASU,OSU和PSU这三大州立交的都很强 包括上面的Machigan State 罗里菲要加上州立交的比较好的 那包括罗格斯,罗格斯其实也州立大学 很多不知道 Rawkes University其实是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是新泽西的州立大学啊 这个被OSU的Max Fischer录了 然后被这个AEU叫Norcesan University的这个东北大学的这个录 他为什么愿意想最后选择了东北大学呢 包括我那个学生最后选择了东北大学呢 其实我这个学生拿到的offer远远比东北大学有些要好得多啊 那为什么最后选择了东北大学呢 其实他们选择一个主要的思路就是他们看中了这个东北大学有一个这个co-op 就co-op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 就是一边上学一边有工作实现经历的这么一个一个项 确实也是如果你以就业为导向的话 在美国就业那实习的经历是最重要的 包括东北大学有很强的附带感 我同时还带了一个东北大学本科的学生 这个本科学生也是不想转走 他成绩很好 他也许能拿到更好的这个offer排名 单从排名上来讲 但他依旧想在本科里面上这个东北大学的co-op 这个东北大学的co-op 就是这种其实说白的有innership 但他跟innership略有不同的就是他时间性比较长 他一边上学一边工作 有实践经验 有个三个月六个月 你看你很快看美国的几千座institutions 这种教育的组织 你看有哪个有这种co-op 很少一个东北大学 还有一个就是在费城的Juelson University 德雷塞尔大学 就出了名的那个好家伙 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姐们在那好家伙 一天天的不知道脑子里 真是想什么呢 大家可以在我就我就不明说 大家可以去搜索那个东北 那个德雷塞尔大学 那个一个Juelson University 一个东北大学 这两个都是在co-op领域里面数一数二的 就是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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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想在美国就业 你就记住了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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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到底很简单 这事怎么老百姓很多人就不明白呢 咱们不说美国好吧 咱们不换国家 咱们就说中国 比如说你爸 你家里有个企业 你要雇人 然后这过来老外 你甭管他是欧洲人 非洲人还是美国人 他在中国 你说他是 他是在中国待了一年了解中国 还是在中国待了十年 他了解中国 肯定十年了解中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说他 你说你要雇他工作 你觉得他是在中国有工作经验 你会优先雇 还是你优先雇 他在中国没有工作经验 他搞不懂中国职场里面这一套的 对吧 你这很简单 你美国职场有美国职场的一套 你一直上去一边工作 你可不是你毕业了以后 你就业就更稳 还有一点就是 Northeastern就是东北大学 他在哪 他叫Boston Bo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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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ston就有点像咱北京的海淀区 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城市范围 200多所institution 教育资源非常集中 你看那好的 哈佛的MIT 对吧 哈佛MIT 包括像什么 Boston University Boston大学 Boston College Boston学院 Boston College 这创业学院里面第一的 Boston学院 包括 就这个Northeastern 包括Tuff University 在这 然后Brandais也在旁边 然后 就范博士顿城市区里面 包括University Massachusetts Amsterdam 在下面 包括University Massachusetts Boston也在这 就教育 这我只是点了很少的一部分 太多太多了 所以教育资源非常集中 人家又是大城市 博士顿有大城市 然后城市里面 这博士顿那个城市啊 我发现就是 中国吃的可能少了点 它没有像费城或者San Francisco 或者LA似的 中国城非常非常大 然后里面构成了 但是博士顿呢 在东西部之前 就是一个面包切开了 然后弄点龙虾 也不知道真龙虾肉 假龙虾肉 反正有多少 有点真龙虾肉吧 还弄点什么那种 其他的虾肉 还要拿着沙拉 霍霍霍 那个沙拉 Mile 搁点 我估计是搁Mile 我也不知道 他们搁什么 搁点沙拉酱 然后往那个 往那个上面一搁 然后旁边搁个 除了这儿的汤 然后一口汤 一口Haspen Killer 一口汤 一口 对吧 博士顿那个Crissey Market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 非常具有美国特色 我其实不太喜欢 包四那个城市 这只代表我自己的观点 我张老师 这一个人一个活法 对吧 我是觉得这招冷 而且我觉得城市化 城市呢 非常的那种红砖 那种 哎呦 张老师不喜欢那种建筑风格 但是我不喜欢有屁用啊 跟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关大家什么事的 这只是老张 老张我自己不喜欢 我有一说一 我自己不喜欢 对吧 其实我也不喜欢 家中那一套 家中就是 又是现代化 太现代化了 然后我又是个保守人 反正每个人都自己找个 舒服地呆呆的 对吧 但是 但是很多人喜欢包四 中国的很多留学生 非常喜欢包四 这个 我可以有我自己不喜欢的 但是我也同时尊重你喜欢的 你也可以有你自己不喜欢的 你也可以有你自己喜欢的 对吧 咱们就聊天嘛 没有必要说我不喜欢 你就你就一定得不喜欢 那不可能的 大家很多留学生 都非常喜欢包四 那种红砖呀 那种老城区的那种感觉呀 那种建筑风格呀 我当时去包四 去了这么多次 因为我在西亚都住了很多年 我就感觉包四 特别像西亚都 特别像 一个下雨 一个下雪 首先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包四 它有历史的沉淀在那 西亚都呢 就是一个比较新的 反正 反正包四 是个很好的城市 很好 我不喜欢 但是我客观也知道 我不是我不喜欢 那一次说 我不会在那住 但是但是说 它是一个很好的城市 很有历史底润 然后建筑风格很好 这不是生存感强不强 不是说怕别人喷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 就是客观的 就是一个尊重 包括对于不同文化 不同的这个城市 对吧 其实我喜欢不喜欢 无关键 我从教育的角度 我挺喜欢的 一个城市 小城市 200多个大学 organizations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城市 很好的大学 我有很多学生 来自于Botson University Botson College Brandeis 包括东北大学 都更多了 Northeastern 包括还带了一个 Botson College的学生 所以我很多的学生 来自于博士的这个城市 我对他 我经常有时候 去Botson看我的学生 所以我 挺 很OK的 好吧 很OK的 所以这个学生 包括我的学生 包括我大学的学生 他们都选择了Botson 选择了东北大学 他有他的点在这 他的时间就很强 好吧 我每周五个大学 免费的资金成员 大家如果想联系到 我可以给我发挥 就firsttime.lastmehennessy.com 但通过微信联系到 pcmc hnspcmc gmj gpcmc Eric 以上这本期视频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